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皈依,我以所行十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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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现在在上到的是什么? 我们在相关专业论我们上到第一品吗? 第一品是什么? 是不是它是从为了要使所化鸡对于所修生起欢喜的缘故, 它不是按照修行的次第而讲,而是导过来说从究竟的果位开始讲吗? 是不是开始先从一切种子开始来讲? 一切种子我们所谓的八世七十亿,八世七十亿,或者有些人讲说, 这个时候,我们常常讲八世,或者有些人讲说八县观也有的。 那八世,我们做一点复习大家如果可以来讲的话, 只要有这个记住的话,我们是把县观专业论的所要讲的, 以及波尔经直接所讲的这个次第呢, 我们都已经一一一的了解了。 简单来讲的话是什么,是不是它在波尔经,像我们在心经里面, 它在哪里引用出来呢? 这后面就是接地接地,波罗接地,波罗生接地,菩提说哈。 这一句呢,是简单的来解释了八世七十亿, 而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把它广的下去的时候呢, 它开始介绍什么叫做八世, 那八世跟八县观的解释呢,有一点不太一样。 不太一样在哪里的话,我们一般讲说, 前面的七个都是一样,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, 三至四加行,而这个不会变的, 就是不管是用八世也好,八县观来讲的话, 前面都是讲三至四加行,或四县观,讲这样子。 可是如果在讲八世的时候呢,跟八县观的时候, 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呢? 因为八县观是代表都是道地, 都是一个修行的次第, 所以这个地方所谓的第八县观要举的是什么, 是智慧法身, 就是要举三至四加行, 或者我们会慢慢提到, 就是所谓顶加行啊, 什么这种来讲的话, 就是三至, 或者我们常常讲的, 所修的三至, 能修的是加行, 和所修的果, 是不是? 所要修持的是三至, 依什么去修持呢? 是依四加行, 要获得的果是什么呢? 如果我们讲八县观的, 大家以后一听到, 因为有时候不要说大家, 我以前自己都会觉得说, 八师跟八县观常常混在一起, 或者什么是八县观, 什么是八县, 有时候混在一起的话, 以后学完之后再回去想说什么, 很容易分嘛, 八县观, 县观是代表什么, 是不是修持心事的意识来讲的时候呢? 所以这边来讲的, 我们要举例的是讲什么? 是讲智慧法身, 智慧法身, 他如果在八县来指的时候呢, 就是什么, 三至一样, 四加行是一样, 可是这个第八县在什么? 就是我们所谓的法身, 或者我们讲说, 他常常讲说果位的法身, 是不是? 果位的法身就是一个常法, 我们说主要是在讲什么, 是不是佛陀的心绪的灭地的功能, 我们所谓的, 应该说什么, 无助涅槃, 或者无余涅槃的,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, 是所谓的真正的法身的这个时候呢, 所以在八县观的时候, 我们不举这个, 我们在八世的时候, 我们是举什么? 我们就是举果位的法身, 果位法身, 他在这个时候呢, 是不是? 在每一个八世当中呢, 他有所谓的意识嘛, 就是用来表明, 或者把它, 应该说表出来的时候, 那我们在这边呢, 是不是说, 是为了要去获得一切种子, 所要修持的这个整个的, 应该说菩萨道, 或整个菩萨的这个修持, 都要一一一的可以表明出来呢, 所以它变成说什么, 从一开始的出发心, 乃至到后面的话, 就是在讲说, 这个中招的时候, 要修持的是什么东西, 把整个大圣道的这种的, 的初分的, 应该说介绍, 都要再介绍出来了, 他我们目前来讲的话, 我们是说一切种子的是有什么, 是有十亿嘛, 和十亿的当中, 我们这边整理是介绍了到第三亿嘛, 大家如果还记住的话, 我们是不是在根本颂的, 最前面最前面这边讲说什么, 发心与教授四种抉择分嘛, 所以我们是不是讲说, 我们目前到这边的是四种抉择分嘛, 抉择分的意思是什么, 我们是不是上次有讲的, 这就是所谓的家行道的定义嘛, 抉择分, 不管是声文的抉择分也好, 读抉的抉择分也好, 大圣的抉择分也好, 是不是以中观,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, 我们这边依照的, 现关专业论主要的注解是什么, 我们是依着, 四贤大师的注解嘛,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中意讲说, 四贤大师是什么, 他是谁, 随于且行的中观积序师吗, 所以因为他是随于且行的中观积序师, 我们很明显看出来是不是他对于说, 三秤的智慧上面, 所修的上面就有差距了, 声文主要修的是, 读诀是比声文智慧, 以他来讲更锐智, 更有声广的这个程度, 所以他什么, 他超越了, 他主要修的是什么, 是能取所取的一体空, 或者我们讲说的, 无外境存在, 而再超越着声文, 超越独绝是什么, 是大圣的, 所以大圣他主要修的是什么, 他是为了一切友情嘛, 他是为了一切友情可以脱离痛苦, 自己必须要获得佛陀的果位, 必须要去断知所之障, 所以他要修的什么, 他是要修的法无我嘛, 他因为在讲的法无我这个课题, 我们是不是花了比较长一的时间, 在跟大家介绍说, 那法无我是怎么样去证明, 特别是以中关秩序派的法无我是怎么证明出来的吗, 是从什么, 从抉择分这个地方来引申出的这个问题, 所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在介绍完法无我, 以中关秩序派的这个法无我的时候呢, 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说, 大圣的四个抉择分也好, 或者我们讲的是大圣的四种加行, 看现关专业论是怎么去介绍, 应该说怎么样去介绍所谓的四种抉择分呢, 我们是不是说从五个或六个角度, 我们常常讲说什么, 五个或六个角度从大圣的应该说加行道, 为什么是超越或者超出了小秤, 这个小秤就包含了声闻, 包含了读诀, 为什么超乎他们这两个的加行道, 同样为加行道它差别在来, 看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说, 所缘相貌, 几乎我们会看到那个文字是很相同或雷同, 可是实际上它不一样是什么, 所缘是什么, 是声闻秤也缘着是, 一样它是缘着四地嘛, 一样是缘着这个, 可是缘的目的或者缘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嘛, 以大圣来讲加行道他所缘的一切法, 他要缘着一切法去了解他的无自信, 不要说无自信, 他缘着一切法去了解他的无地实的原因, 缘着这个法是什么, 是为了要了解他的无地实吗, 声闻读诀是什么, 他缘着一切法是为了要什么, 只要为了要了解他的普特歇罗无我也好, 为了了解他的无地实来讲也好, 是不是所缘上的, 缘的可能是缘的同一个境, 可是他缘的目标或者缘的意趣, 是完全不一样嘛, 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讲, 有些人问我们像什么, 像我们常常讲说, 声闻去缘着无量的众生, 跟大圣缘着无量的众生, 就是不一样的了, 声闻可不可以缘到无量的众生, 可以啊, 因为为什么, 他可以生起事无量心嘛, 我们这个后面我们都会, 大家介绍, 应该, 我跟大家讲以前我的感觉是什么, 是当大家学完了现关专案论, 大家应该至少要对说什么, 我们去读啊, 或者去思维的时候, 应该是对这种所谓的, 我一个人要从凡夫到修行到佛陀的果位, 不管说我能不能, 或者我现在有没有实际上来讲, 可是应该说什么, 应该慢慢在心里会升级感觉说, 只要我不努力而已, 如果我努力的话呢, 这个道路是可以行持到的, 或者也可以用理来证明说, 为什么我要说不只是今生, 或者乃至是下一生, 不断的不断的是, 不是只是说好像发愿的这样子而已了, 而是说我真的为什么说, 心事或者心境可以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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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这样走上去的, 那我们上次这边来讲的话, 就是说什么, 刚刚声闻如果他圆着一切众生的生起的事无量的话呢, 他是不是有一点是说, 他只能圆的是一种无量的, 可他没有办法圆到一切的, 他只是说可以看到好像无量的, 他没有那个心智, 他了解说我要圆的一切的如母有情, 无量跟一切又不太一样, 就是无量是好像数不尽, 可是又没有那个心性可以到那么宽广的,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,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,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再讲到, 可是今天顺便讲到提到的, 为什么我们以前在讲发菩提心的时候,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, 我们在讲七因果的时候, 以一般来讲的, 不管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好, 或者是说像入菩萨行论里面的, 所有的菩提心的教授来讲的话呢, 他说在念知母之前, 一定要有一个平等舌嘛, 他这个平等舌是什么样的平等舌, 是受平等舌呢, 还是是无量的平等舌的时候呢, 他这边来讲的话, 平等舌当中是不是, 他说是受的嘛, 应该不是所谓的, 事无量心的平等舌嘛, 应该, 对不起, 应该是他这边, 菩提道次广论是说, 应该是受跟想啊, 对不对, 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 他的用的词汇应该是受跟, 应该是想的平等, 他就是说, 这边是在讲所谓的想的平等啊, 因为他不是只是感受, 而是在说, 我们说受想行事里面, 这个想是平等的, 那就会问说,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, 一定要之前的话, 为什么他没有收进八英国吗, 为什么只有七英国的时候呢,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边, 有的大家略略讲过说, 一般的说法是什么, 是因为在于这个想的平等, 或受平等, 乃至是平等, 无量来讲的话呢, 这是跟升文秤是共同的, 升文秤也能生起来的时候呢, 所以他不是在于, 发起菩提心的, 与众不同的教授, 从发起菩提心的, 与众不同的教授, 从乃至从自他相患, 乃至是从七英国里面的, 从之母开始的时候呢, 他所原的已经不是, 就是无量的众生, 而是说, 一切的如目有情了, 那是, 近虚空, 骗法界, 那无量的是什么意思, 无量是, 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举的是说什么, 是说, 在藏文的时候, 无量是, 有两种的概念, 一个是, 无量无边的, 好像就是, 近虚空, 骗法界那样子, 可是有无量又是什么呢, 在藏文的无量是, 从一方位, 到一到六十个方位的数字, 第六十个方位就叫什么, 叫无量, 所谓的方位是什么, 就是我们比如说, 我们中文是不是有, 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 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, 要这样的话, 藏文也有这样子是, 它更复杂, 它每一个单位又是, 这个词汇完全是不一样, 比如说, 大家听一下我们像是, 即、 酒、 驾、 动、 气、 梦、 塞、 瘦、 动、 手、 它是不是每一个都不一样, 它一直这样子不一样, 不一样到六十个, 第六十个位置的话呢, 那四无量心里面所谓的无量是, 以可以像到这样子, 六十个位置的时候, 已经是算数不清的, 可是是什么, 还是有极限的, 而我们讲说, 一切如母有情的时候, 它是什么, 它是没有极限的, 没有边境的, 这样子去圆的时候呢, 所以心性上就圆的不一样了, 一样是圆着众生, 一样是圆着众生, 可是一个是什么, 一个是为了圆众生, 可能是为了, 我要自己获得泄脱, 一个是圆着众生, 是我要获得佛陀的果位, 圆的是, 那个境是一样, 可是所圆的目标是不是完全是不一样了, 所圆的目的是完全是不相同了, 那相貌, 我们刚刚讲的大圣家行跟小圣家行, 更不用说了, 大圣的家行, 主要要献出的相貌是什么, 是无地实的吗, 圆着这些法要献出的是无地实的, 那生文读觉是不是, 圆着这些法, 它献出的什么是无我, 无外境, 等这样子, 而不是到什么无地实的没有到这样子, 我们上次也有略略提到跟大家讲说, 那有些人就会有一个疑惑说, 那是不是大圣的家行就一定要了解空性了, 或一定要了解的话呢, 我上次说什么是,